有近千名阿富汗移民周末在日内瓦联合国门前示威游行 要求改善阿富汗现状 他们表示出于对塔利班的不信任和对原政府以及美国的极度失望 示威者认为现在只能接受现实 完成政治过渡 周末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了一场近千人参与的阿富汗大游行 游行者多为生活富裕的移民或已经定居的难民 他们高喊和平口号 从日内瓦湖走到联合国办国公门前 游行队伍里有很多阿富汗受教育女性 她们不信任塔利班的承诺 依然认为她们是恐怖团体 杀戮百姓 禁锢和虐待妇女 我们看到游行队伍的标语 有保护女性 接受难民 声讨塔利班等很多内容 但没有支持阿富汗旧政府和美国的 甚至一些标语谴责美军的种种劣迹 部分示威者认为美军和阿富汗官员贪污严重 而现在大家应该接受现实 让国家完成政治过渡 我们在联合国里面 依然可以听到游行队伍的示威口号 据国际机构数据分析 中产阶级和已经移民或逃亡国外的人 占总人口的近四分之一 还有三百万人在境内流离失所 超过一半又相对贫穷的本土居民 支持塔利班 分析认为 虽然塔利班希望拉拢旧政府成员 合并各方势力 但阿富汗社会严重的割裂 已经无法弥合 凤凰烨市张伯蒂 瑞士 日内瓦报道